韩国瑜大陆行奔波抢订单 但是对于2020到底怎么想 听我说一句 老鼠脱脱鞋 大的在后头 2020是否参选 韩国瑜没有多做解释 这个意思是说很多话 回到台湾之后 再来阐述跟表达 所以大家问我问题 我就说老鼠脱脱鞋 大的在后头 没有别的意思 虽然校说没别的意思 但老鼠脱鞋这句邂逅语 大致的意思是 老鼠专偷眼前小东西 好康的其实都在后面 暗喻不要短视尽力 应该将眼光放远 更要懂得放长线钓大鱼 但这句话 韩市长不是第一次说 品质第一 价格要公道 老鼠脱脱鞋 大的在后头 哪有这样的杀鸡取软 今年初韩国瑜听闻 包含六合夜市 瑞丰夜市等摊商 趁春节大涨价 民众纷纷抱怨 于是韩市长用这句话 呼吁业者不要杀鸡取软 但其实老鼠偷脱鞋 第一次出现江湖 是韩国瑜准备卸任 北农总经理时 老鼠偷脱鞋 好不好 大的在后头 我们慢慢等 还有好多事情 当年面对绿营全面追杀 北农韩总被逼得黯然退场 落下老鼠偷脱鞋 让我们慢慢等这句话 结果让他夺得高雄市长之位 如今他为高雄拼经济 再受到绿营 各种抹黑抹红 韩市长再提老鼠偷脱鞋 虽然为后续发展带来无限想象 但韩国瑜仍然与待保留 未来十个月左右 将会是台湾内部激烈的时候 选战开始 寄予所有朝野的政治人物 要共同思考 要冷静地思考 绝对不能玩权力的游戏 韩国瑜对所有朝野政治人物 寄予希望要大家追求台湾安全 人民有钱对2020继续保持不沾国 记者继续报道